在今天上午11点 海魁台风的位置来到了 俄罗比东方大约520公里的海面上 在过去一段时间强度有略微增强 目前近中心风速为每秒38公尺 但强度上仍然属于中度台风的等级 而暴风半径则是150公里 而预计未来在它潮汐接近台湾的过程中 强度还有略微增强 暴风半径有略微扩大的趋势 而根据这样子的入境预测 我们目前的警戒区域 在海上包括了台湾东半部海域 巴士海峡以及新增台湾海峡南部 而陆上的警戒区域 则首先包括了花莲县跟台东县 而根据目前的一些综合预测资料评估 海魁台风未来会持续潮汐移动 而整体来说 目前看起来在明天的下半天 以中心引从台东附近 进入台湾的几率是比较高的 但是由于台风所在的位置 它的环境是比较复杂一点 因此陆境仍然有稍微偏南或偏北 调整的可能性 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 无论它偏南或偏北 对我们的威胁 尤其是对东半部地区带来的降雨 都是将会是相当显著的影响 提醒大家不能轻忽 一定要严加防范 而另外在海魁台风通过台湾之后 礼拜一中心来到台湾海峡这一带 一方面会进入导引气流 比较不明显的区域 二方面是它的结构 也可能受到台湾地形的影响或破坏 所以在后期 路径上的变数是比较大的 而这也关系到后续整个降雨 在中南部影响的程度 所以也请中南部的朋友 要持续留意我们对整个台风 以及天气的最新预测资讯 而先回头来关心 今天跟明天台风的影响 在台风外围滑流的影响下 今天在北部东半部地区 就有间歇性的降雨 那其中今天白天 在东北部的雨势是会比较明显 而另外在中南部地区 则是要注意午后热对流 所带来的午后阵雨 而到了今天晚上 台风外围滑流的水气越来越多 在东半部地区降雨的状况 会越来越明显而持续 尤其到了明天白天之后 可以看到整个东半部都要严防 可能有好雨或好雨等级以上的强降雨 而到了明天下半天 随着台风中心更接近台湾陆地 在南部地区 下明天的晚上到后天清晨 也要留意雨势会增加的状况 而除了雨之外 我们也要提醒风跟浪的影响 也是相当大的 今天白天 风的影响还没有非常明显 不过下半天开始 在我们的东半部 风力就会逐渐的增强 那此外在金门马祖的话 也是有比较强的震风出现 而在台风接近的过程 我们预计明天包括北部东半部恒春半岛以及马祖跟澎湖的沿海空旷地区都容易出现九到十级的强震风 而海上的浪也会从今天增加到三米左右一直到明天可能增加到四到五米 所以要提醒大家这个周末的海况是非常不好的 请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所以最后我们也要提醒大家 今天天气还没有太差 可以预先做一些防台准备 尤其是东半部地区 南部地区的朋友 可以利用今天先预做一些检查排水设施 以及固定掉落物或悬挂物的一些动作 而同时也要提醒大家 这几天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或从事登山活动 另外因为这两天仍然适逢年度大潮 在西半部的沿海低洼地区 仍然容易有排水不良的状况 提醒大家要特别的留意 并多注意台风的最新动态 以上是这一节的台风说明